拖出來了 哇,好神經病喔 這門可以關嗎? 可以關嗎? 好 他有一個同學嗎? 這裡 他有一個同學嗎? 除了這些,我想要跟師傅要講 因為我看一下你臉書上 我剛剛談到說你在 對於你是社器的人 對呀,我也負責社器 所以我覺得 可以多聊一支 我對這範圍是 很在意 我覺得那比一般企業的說 我覺得它有重要很多 可以多聊一些 好 好 這個好 好,你們好嗎? 等一下 我手機不接 我手機不接 在外套裡面 所以你已經開直播了嗎? 沒有直播 沒有 這一次沒有 我們基本上都是對稱的 你們沒有直播我們就不知道 你們直錄的話我們就直錄 好 OK 好 那個其實很開心可以跟唐鳳對談 那其實我要來之前我很多朋友都說 他想要跟我一起來 因為大家都對你腦子裡面的東西很感興趣 很想知道你是怎麼想事情的喔 那我覺得也許可以很general的來聊這些 當然你一定被很多人問過類似的問題 那我覺得或許或許你今天有不一樣的說法 或者想要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那就麻煩你們 你說你是怎麼在思考 或關於比方說對於創意的發想上面 你有沒有什麼一個做法 我通常就如你看到就是用這個品牌嘛 然後我有想到什麼事情 我基本上就立刻寫下來 那如果附近剛好沒有可以寫東西的就會錄下來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每天睡前我主要就是會把所有的email都回完 所有可以做的事都做完 然後剩下來到睡著之前的一段時間就放空嘛 那隨著放空又再加上把今天所有想到的人 就是不管是錄下來的或寫下來的都看過一次 那差不多一醒來就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也可以說就是發想的過程我是不知道的 因為不是在睡覺或是快要睡著的這個情況下去發想 然後一醒來通常就有一些還不錯的想法 這很酷啊 這很酷耶 所以意思說你的大腦其實在睡眠的時候其實他還在工作 可能是睡眠的時候才真的在工作 才真的在工作 我們現在只是在休閒而已 這不錯 這好像跟我們一般人對於比方工作或時間的定義不太一樣 那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是這樣子在你知道這樣walk out 其實很小就是這樣子 我記得我之前常常做夢的時候 就是在夢裡不斷的去預言明天會去做什麼 或者是明天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那後來當然更熟練一點了 也許連這個預言的程度都不需要 但是就是很自然的很相信自己說 我現在就算是想不出任何主意 我只要睡覺醒來一定就會有這個很好的主意 所以這個大概七八歲開始就是這樣 七八歲應該就是從有記憶開始就是這樣 那我想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睡眠的時候 它是不受外界的感官打擾的嘛 所以等於是唯一可以這個完全不受打擾的情況下去想事情的 在一般我們就算打坐啊或者是怎麼樣 它多多少少還受到外界的世界所影響 但是睡覺的時候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其實好像 因為我本來在廣告公司工作 然後我也發現說我們好像在公司裡面 比方說也許有八小時 但事實上 然後我講其實是一事無成 都在打屁聊天或者只是在吵架而已 那這有idea好像真的是回家以後 是自己的其他的時間裡頭才有想法 那我想多一點就是說 其實你剛上的一些思考 我覺得夢程度是跟一般外界啊 很多傳統的定義上的思考 或工作的時間方式是不同的 那你在這上面會 比方說會感受到壓力嗎 跟別人不太一樣這件事情這樣 其實在行政院我們這邊有不成文的規則 就是老闆還沒回家的話 員工會不太敢回家 那所以呢我自己呢 因為反正白天就是休閒而已嘛 那再加上我們做了一個數位的線上的工作區 其實大家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所以當時我在行政院勞付協商的其中一個條件 三個條件之一 就是我應該要可以在行政院外工作 所謂的遠距工作 那當時還上了新聞 大家都覺得說公務員真的可以這樣嗎 後來我們去看人事行政總處 他真的有個函 他說任何公務員他的工作 只要跟網路溝通有關係 他就不受工作時間的限制 如果他的長官覺得他在別的地方更有生產力 他也不受工作環境的限制 那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拿這個函去要求遠端工作 所以我們辦公室不但我們二十幾個人是這樣子 我們的見習生 我們有十五個見習生 有的是高雄中山的 有的是在東華的 有在各個不同地方 所以他們也不用到台北來工作 那這也是第一次中央機關用各種各地的不同的遠距的見習生 所以我想重點不是跟別人一不一樣 重點是你把旁邊環境創造成這樣真的比較有生產力 那這樣子大家就覺得說這才是合理的 本來那個可能只是技術還沒有發展到這裡而已 聽懂 聽懂 那我剛剛跟你講說老闆不敢回家 不回家 員工其實就不敢回家 這其實在台灣很多企業或組織都有這個情況 那它變成是一種組織文化 那我剛剛想要再多追問就是說 有時候在這樣的一個組織氣氛裡頭 其實你會有種身不由己 那我覺得這好像也是台灣當代 很多人心裡頭的那個 不管是困惑或是困擾 但是它這也很是它的困難 對 但它非得如此 因為老闆或老闆的老闆 或老闆的老闆在十五年前二十年前 他是如此被揚成的 那我不曉得這有沒有什麼可以對話的方式 沒救到故事的時候我剛剛講 我進來行政院之前 我也了解到行政院一般不是這樣做的 那當時院長也是說 我們禮拜一要開政務會議 禮拜四要開院會 這兩個你總得來吧 因為院會嘛 它是我們目前還不能遠端開院會的 所以我們就折衷了一下 我就說禮拜一禮拜四我會到院裡 那其他的話就不要管我什麼時候下班 那即使是禮拜一或禮拜四 我也是很準時大概五點多就一定下班 然後那六點多是偶爾到七點他們就說亮黑燈 很少到七點的 所以到八點之後幾乎沒有聽過 所以意思就是說至少我的同仁不會受到我的壓力 他們基本上就很習慣說我五六點就走了 那他們也五六點就回去了 其實大家都沒有受到我的壓力 那我自己也沒有受到兩任院長的壓力 因為他們一開始就知道我是這樣工作的 而何況我們還有一個函 所以我想說當然每個人他勞骨協商的能力是不一樣的 但是等到越來越多人把這個當作一個習慣 那至少大家就不會覺得說 這些少數的勞工才這樣做 而是他才都應該要可以這樣做 嗯嗯 OK 好啊 那想說也聊聊你最近有沒有遇到怎樣的挑戰或困難 在工作上 他們都很順利 都很順利喔 對啊 哇 這麼精彩 這麼流暢 那你覺得為什麼可以融資的順利 因為是一個願者商工的概念 就是我們在推行一套這樣子的開放決策的一個模式 那它的目的是要節省基層人員長期下來的一些負擔 好比像說有一些明明可以機器自動化做的 但是因為傳統是紙本 他就一定要用手抄或者一定要引印啊什麼 其實非常浪費時間 那我們就用了一些方法節省基層人員的時間 那我們又用一些方法去降低事務官的風險 然後呢又用了一些方法去讓政務官偶然還有一些政績 有一些亮點 但是至少就是說我們先求不傷身體 就是我們做的任何東西 至少都不會永遠加重基層人員的負擔 讓事務官增加風險 讓政務官黑掉 所以我們的程序就是在一個先不傷身體的概念上去產生 那又因為是說所有來找我的人 都是已經知道我是這樣做的 所以如果沒有要這樣做的一些可能外交國防啊 其實機密啊這些根本不會來找我 所以我就不會碰到說這一套不適合的地方 因為我並沒有特別強求說什麼都一定要用這一套方法做 我也知道說不是什麼都適合的 所以像國家機密我就不接觸 那演習的時候我就請假一天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防空洞在哪裡之類的 就是他多多少時候有一些相應的調適 那因為這樣任者上說 所以來的這些部會都是已經知道 這個對他們至少沒有壞處 所以這樣就很順利 嗯嗯 聽懂 聽懂 等於就是對方其實也理解你是能夠帶給他們什麼 所以他等於有求而來 那他要來他就得接受你給的不管是方法 或者是一個思維 那其實這個我不知道這樣問對不對喔 就是說其實應該說大家很好奇說你是如何被養成 因為很多人其實會很好奇說譬如你剛剛講的一個 比方說bargain就是我勞資的協商 那很多人會不知道第一我不知道怎麼跟人家談 第二難道我有足夠的power要好跟人家談這些嗎 對啊 那我不知道就是說 這可能比較不是方法 而是說那譬如說一個創作者一個創意人 我認為你是一個創意工作者 我因為你身分滿就很多樣的難定目 那這個也許是自信心他是怎麼被養成 或是說你怎麼去對他 因為外界一定跟你不一樣 因為你會是有創意表示你一定跟別人不同 那這個不同你有什麼比方說自主的方法還是 不過其實這個我想時下的年輕人都有體驗過 就是所謂組隊打怪嘛 你在線上遊戲裡面大家為什麼要組隊 就是因為大家的專長都不一樣 基本上沒有哪一個遊戲會是你進去選某個角色 那個角色就可以單挑所有人 這個就是叫做Imbalance 這個叫做不平衡的遊戲 這基本上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遊戲的設計就逼著你 一定要去顧補彼此的專長 那在這個中間當然就會有八本的過程 因為你有一些對方需要的 對方也有一些你需要的 那當然就會需要拍攝啊 什麼有一些工會啊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其實我小時候也是在同一個環境啊 只是當時叫做MUD Multi-User Dungeon 它是跟現在線上遊戲完全一樣 但是是只有文字的 因為當時頻寬還不夠 能夠去傳輸這麼多的圖形 但是我也是一樣啊 就是打線上的遊戲 然後一直到寫線上遊戲的程式 那還包含線上多人玩的像魔法風雲會啊 這一類的這個直牌遊戲 那這些直牌遊戲裡面 它每一張牌可能都可以改變規則 所以你就可以把規則改變到你想要的樣子 所以我想說不管是直牌遊戲也好 或者線上多人遊戲也好 反正它裡面只要有這種各取所需 然後互助的這個可能性 有發展長期關係的可能性 那多多少少這就是一個練習場 而且輸了也沒什麼 反正就是遊戲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這種 就是長期的多人的遊戲的關係裡面 這個社群裡面 很適合用來就是培養這種 你剛剛講的自信 或者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別人也跟你不一樣啊 所以雙方一定有一些可以互相和做的地方 嗯嗯嗯嗯嗯 這是之前我沒有想過也沒有遇過 有創作者這樣跟我談的那裡 挺有意思的 欸那多 因為其實剛剛我聊到說 其實你其實協助蠻多的社會企業 那我也看到你做棒台灣曲歌的社會企業 一開始本來是想要定義什麼是社會企業嘛 可是你說欸其實我們應該到現場 看他們回頭看他們什麼用 他們的行為 他們的活動來定義自己 那這中間有沒有什麼 你比較有印象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對我想社會企業 它當然就是有一群人 它不管是用合作社或者用公司 或用NPO的方式組織起來 那它組織起來就是已經為了一個社會使命 就是它想要讓社會往某個方向變得更好 然後它找出一個商業模式 它可以永續的經營 然後來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有一個使命 有一個商業模式 然後以及最後解決社會問題 這三個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每一種社會企業 就是它都是不同的連結社會 跟企業的方法嘛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model 那但是我想這些model 本身每一個都是要透過整個社會的對話 才能夠知道說欸現在這群 好不像說有一些生長者 那傳統上大家就覺得 欸這個政府要照顧他們 或者是說無障礙空間要設計啊什麼之類 那但是呢 現在有一個新的潮流 就是有一些社會企業 說欸這些不是生長者要 有無障礙空間的這個存取權 不是弱勢 他們是所謂的通用設計師 就是說這是一種叫做通用設計 那你有各種不同的身體上 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恰好就是讓你能夠更適合來做UD的這個資格嘛 對因為不然的話其他的人這個 看起來輪椅會過就過啦 你沒有做過輪椅 你怎麼知道輪椅在那邊的感覺是怎麼樣 所以表示說他多了很多第一手經驗 那他就是因為這樣子其實是專業人士 反而是公部門以及這些旅館或其他地方 對他有需求 那這個時候就翻轉了 就是傳統上弱勢強勢的這個想法 那我想很多社會企業像這家 做這個概念有很多 那其中有家叫重設計 他們就是用好像平板啊 或者這樣的資訊工具 去把這些生長的朋友們 把它培例成UD 培例成這個通用設計師 然後他拿這個就可以對旁邊的空間做建模啊 做規劃啊做設計啊 然後呢這樣子下來其實也會有口碑 就是說這個是我們UD社群某個人設計的旅館或什麼之類 然後大家就會去住 所以反過來講他們又有marketing的能力等等 所以我想說整個社會企業的目的 在每一個地方都是試著把本來可能覺得是弱勢的 是被動的是什麼的一些朋友們 透過這樣組織的方法讓他們團結起來 然後變成是有能動性的主動的等等的這些族群 那這個以前其實台灣還沒有社會企業這個名詞以前 三四十年前其實就已經有了 那時候叫合作經濟或叫團結經濟對不對 像主婦聯盟嘛或者是就是共同購買啊 或喜漢兒也很久了那有很多這類的名字 只是說我們現在聽到合作經濟或合作社 大家想到可能就是小學福利社 可能有復古經呢可能有沒有開過社員大會 大家沒有吧這樣子的情況 對所以他召喚到的人比較少 但是我想核心的精神還是一樣 其實我們現在把它叫社會企業 他就可以既把社會這一端傳統的NGO 以及企業這一端想要做CSR 然後慢慢發現自己社會使命的這些 都聚集到中間來 等於是還是合作經濟團結經濟在中間 但我們試著把更多人保進來 我因為IP的關係 因為我每年大概都會做幾個 例如說聯券 上次我們去跟他們對話 那其實他也是 他是有幾個 150個公益團結 然後他因為資源不足 所以他就是聯合券目嘛 聯合大牆 我猜這應該跟你說的 這就是一個永續經濟的模式 對 對 那中間其實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說 嗯 那一個當大家集合在一塊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說他們可以把他們的問題帶來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也把solution帶來 因為他在某一塊遇到什麼樣的挑戰 結果他想要一個想法 那他就可以分享給其他149人 我覺得這是很精彩的 那反而是 我自己因為做也很多商業廣告 我就發現說企業 一般所謂的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 他反而欠缺這一個橫向的連結 那這個我不曉得說從你的角度看 這個是可行的嗎 一般企業是有沒有什麼機會 當然是可行的 因為我想就是如果純粹是公益團體 那中間其實沒有競爭可言 因為他們都是解決同一個社會問題 就是從不同角度 那當然如果你純粹就是營利 你就基本上會照顧的就是你的上下游的廠商 那跟你同一層的廠商 基本上是競爭的關係 如你所說的 所以大家常常就會覺得說 這兩塊是互相拉扯的這個關係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越來越多的公司 他比方有一些所謂的B型企業 那這些B型企業 他就是說我一開始就是又要賺錢 但是又要創造好的社會影響力 這兩個是一樣重要的 那所以呢 這樣子的公司的好處 就是說他跟類似的公司 中間是一個競合的關係 他當然有競爭的部分 但是呢他們也有合作的部分 大家都希望這個社會越來越好 社會影響力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這樣子的企業 他們就會做一些彼此的行銷 好比像說在這次九春秋節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有這應該是十二家 另外一個是十家的社會企業 他們平常也許多多少少有一些競爭關係 可是呢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要提升全台灣對社企的認知度 就是說因為目前台灣是很認同的 就是大家聽到社會企業 運用這個永續的商業模式 來達成社會實力解決社會問題 大家都覺得好事 五個有四個覺得是好事 但是呢要不說你能不能挑一家出來講 挑一個模式出來講 五個有四個講不出來 所以他們現在的想法就是 好那我們至少先讓大家都講得出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們買了這樣一個禮盒一打開 可能就是十個模式或十二個模式 它也許就是十個或十二個不同的 社會問題的解決 那其實社會企業只是一個入門嘛 你一入門之後你最關心的 比如說你關心環境或者你關心這個遊民 或者你關心原住民族的權益或什麼 你關心的那一個 可能這十個裡面只有一個打動你 可是有一個打動你就夠啊 對 你就可以跟他建立長期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這種聯合行銷的這些工作 那當然政府在這邊就是 可能就是鼓勵業界來購買嘛 所以買到這一類社會產品買到一百萬幾年 就會有負責社會的政務委員 就是我啦 好來頒獎 所以我過兩天就要去頒獎這樣 OK 好 那有就是說 我其實我這樣問其實是很蠢的 就是說那為什麼台灣的企業還沒有辦法再進一步 就是更快一點的 因為你知道我常覺得我們當代年輕人是很勇敢很了不起的 因為他們在很高度的壓力底下 那但是他們的壓力有時候沒有求 因為他的組織他所處的企業就是有點蠻 他們不求進步 對但你說他們完全不求進步嗎 其實彼此之間或就在台灣這個環境裡面 至少社區有這些 做得很好啊 對 那我不知道這有什麼 譬如說我不知道是你或我或我們大家有沒有什麼方法好 讓企業反過來跟他們取經 因為我覺得這中間有一個 或許喔也許我的觀察是不正確 你也可以挑戰 就是說我覺得好像台灣整體而言 人們會覺得會賺錢懂得賺錢的才厲害 那他因為這種邏輯往下推倒就變成一般商業的盈利的企業 他會覺得說你們的這些比方的色氣 其實就是比較不厲害的 那我不需要跟你學習 反而是你們拜託你們還要跟我募款 那這當然很多偏見 那我比較好說你對這個有沒有什麼 我自己參加的就是社會企業最早的 其實都是從自由軟體運動出來的 那自由軟體運動其實是我小時候大概十四五歲嘛 就已經開始接觸 所以到現在也貢獻了二十幾年了 那當時的最基本的想法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就算大家都是軟體從業人員 但是我們如果把我們的著作權拋棄掉 或拋棄掉一部分 那就像維基百科一樣 其實沒有一個人能夠獨立寫出整個維基百科 就連大英百科全數的編輯團隊都做不到 所以你拋棄掉一些著作權 換到的是別人可以幫你看不到的地方 別人可以幫你做你想不到的事情 可以共同創作簡單來講 那所以像維基百科出現之前 大家都覺得說怎麼可能 出現之後他都發現怎麼這麼自然 你上去改幾個字是很容易的事情 對那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確實有一段時間像微軟的一個叫做IE的瀏覽器 那大家可能現在已經忘記了 但是當年它是最大的瀏覽器 大概97%的市占率 然後你去街上隨便問一個人 他們都說這個就是壟斷 我們也沒辦法 就是會賺錢 賺錢很了不起 什麼之類的 對那但是也有一些當時自由軟體的朋友們覺得說 不是這樣子的 大家如果是共同創造一個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瀏覽器 它的價值就不是在幫大家賺錢 而是幫大家省時間 但是省時間也很有意義 就是說你不是說一架瀏覽器它就是一直卡住啊 然後也沒有辦法開好幾個夜籤啊 你要有很多不同的這個很不舒服的這個困難啊 而是說你設計出一個就是用起來很流暢 但它體驗都很好 幫所有人省時間也省成本的這樣子一個瀏覽器 所以後來就有Firefox這個瀏覽器 那這個瀏覽器後來它實際上就越來越強 當然現在Chrome又有更多了 但是總之IE現在已經是小眾了 對就是你要特別去用IE才會去用IE 那所以我想這個自由軟體它是很不錯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它先有社會使命 它先有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它再來找出商業模式 然後他們也找出商業模式啦 Firefox現在一年大概一百多億或兩百億心態幣吧 的收入 那這個收入它就是全部都百分之百都用在 一開始我們剛剛講的就是大家應該有選擇的權利 大家應該要就是有線上的隱私權 然後要讓自由軟體可以發展等等的這個生態系上面 那所以我想這個就是社會企業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它本來就是有一些使命 本來還沒找出商業模式 大家想辦法做出有商業價值的東西了 那幫大家省了一定超過一百億心態幣的時間 大家願意用各種方式讓它有這麼多錢 那有這麼多錢之後 百分之百都會貴到這個社會使命上 那像這種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其實就有一部分是在做政府在做的事情 因為它就是在促進公共利益 在讓大家更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而且它不是為了它單一的盈利嘛 它所有的盈利都回來 它不是為了股東在賺錢 所以這樣子的社會企業 如果它是在台灣社會企業 我們現在就會放很多的資源 當它碰到法規上面的灰色地帶 當它碰到有一些法令要修改的時候 就會比那種完全只是百分之百要賺錢的企業 因為公共人會很怕覺得說 我幫它調適法規好像圖利它 但是這邊的話它的使命 跟政府的使命是一樣的 它是一致的 就是一致的 所以我幫它修正 其實等於就是讓我本來要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對 就沒有圖利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大家很集中的在幫社會企業 去做它的法規的調適 那很多社會企業都說 他們想要調第一條就是公司法第一條 就是公司盈利為目的 對 那我們現在是已經透過一個函視去解釋說 這個盈利是一般性的各界的利益 如果你說你的盈利的意思 其實是社會跟環境的利益 那這個公司章程我們商業司 現在正式的一個函視說這個一定要認可 所以就不是說只有賺錢的才是好公司 是盈利的是好公司沒錯 但是你就盈利的盈利 你可以是追求環境的利益 社會的利益之類 所以我們在法令上的一些引導性的用詞 我們現在慢慢的把它鬆開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涉及在發展上碰到的困難 我們等於去幫這些解決社會問題 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每雙周就到台灣的 四個各個不同的行政院辦公室 任何人提出任何問題 我們兩個禮拜之內一定具體的去把它解決 然後這個服務就只給社會企業 做成一個創新的朋友 那我在空走每個禮拜三 幾乎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都在那邊陪這些 就是當 mentor 所以我想就是我們放非常多資源的原因 也是因為這些朋友是跟政府想要解決問題是一樣的 而且我們承認說 也許他們做得比政府更有效率 因為我們每年才編一次預算 但是社會問題不會每年才發生一個 對 真的 所以這個彈性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想這個才是政府應該採取的態度 不是說我們去 promote 說一定這兩家設企一定要長起來 而是說我們把整個生態系做成 如果你是設企的話 那麼你經營的甚至會比只想賺錢的企業來得順利 嗯 聽懂 而且我認為你這做法其實是非常有實質印象力 因為他們越好 人們就會看到更多的 那接著慢慢才會意識到說 其實他比我們比方說一些上市櫃公司 對我們的意義 對我們的幫助是更大的 或上市櫃公司願意來當設企這樣更好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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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如果現在大家認明這個社會使命的購買的強度 慢慢慢慢變成跟大家抵制的那個強度一樣 的話我覺得我們就成功了 沒錯 沒錯 這其實我覺得是才是真正實際的在創新 而不是單止是在抱怨 因為台灣其實現在抱怨的能量是很多 也許我們過度的把創意放在抱怨上面 那我這邊就會想要 喔 這是什麼 這是負能量發電的一個例子 喔 OK OK 你有要不要跟大家分享看看 就是當時在5月1號就是報稅的時候 報稅軟體出了一些困難嘛 那又因為就是Mac跟Linux的用戶長期習慣 比較好的使用者體驗 但是我們用的又是Java Adlet 那是比較壞的體驗 所以就有一位朋友來聯署這個Join平台提案 那提案就叫報紙軟體難用到爆炸 這樣子 那當時就是充滿了負能量 很多人都在網路上散播一些長背圖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每一個不同的部會 都有開放政府的聯絡人 現在是一個要點了 那就像媒體聯絡人要隨時應付突發新聞 國會聯絡人要隨時應付這個突發的立委 一樣就是說看到政府的聯絡人就是隨時要去看 隨時在網路上到底現在在流傳什麼東西 那所以當時財政部的PO就馬上來回報說 現在流傳著對報紙軟體的負能量 那但是我們的這個重點就是說 任何人一提出來 我們就會跨部會一起其次廣義 所以我們馬上就做出決定說 好我們就是要邀這些罵得最兇的人了 對因為負能量你只要把空間設計好也可以發電嘛 所以就是負能量來了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說這些抱怨的最兇的 往往都是專門的這個使用者體驗設計師 服務設計師 就本來就是專業的五樓 本來就比我們厲害 對 所以把他們邀來就是做得很對 所以他們就會用這些很專業的方法 去把報稅的每一個流程的階段 大家碰到了什麼行動 然後呢碰到了怎麼樣的需求 遇到了什麼問題 大家的情緒怎麼樣 解決方法什麼 全部都把它貼起來 好棒 對等於是把這個大家憤怒的部分 這個轉化成能量嘛 對 對那當然我們使用者體驗 或者是說服務設計的目標 是使用者的情緒 從頭到尾每個 touch point 要變越來越好 但是我想先天上報稅 不可能你報完心情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 以心情不要越來越差 為目的就是了 所以我們就是開了五次的不同的 這種協作式的工作坊 那就包含廠商啊 這個各部會的朋友們啊 我們PDs啊 各PO啊 都一起去開這樣子的一種工作坊 所以其實明年的 Mac 上面看到的報稅的介面 就會完全不一樣 我猜好了 對 然後就會用跨平台的方式來做設計 那我們在中間其實幾乎沒有出什麼成本 因為我們基本上就是負能量發電嘛 就是情緒線 吵著最終的朋友們提出意見 再把他們的意見集合起來跟廠商說 你看真的比你滿好吧 那你滿來寫啊 這樣子 所以其實幾乎沒有花錢 那然後大家也一時之間 這些負能量的聲浪 一發現說 我們可以進入決策流程 大家都很願意貢獻 我覺得這個非常資金長 而且是一般企業應該要接近的 因為其實台灣 好吧 就是我又回到我自己的工作間 因為我待的都是大的公司 然後其實大的公司一定有很多 complain的事情 那也許是大家加班時間過長 或者說工作很容易就是 你會覺得是浪費或客戶很機車啊 然後但公司 比方說主管其實又沒有能力解決 那其實那一股 你知道那個不滿情緒 它很容易就造成一個離子潮 那當然新的人來問題還是一樣 所以你就會如果一直待在同一家公司 就不斷的感受到這種負能量 負能量負能量 後來就暈了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 因為你可以 就是你剛剛講一個我覺得很精彩 就是罵最兇的人 他其實一定是體驗最深的 一定是最懂的 對 所以他商號他也是最有 你知道力氣或最願意 一起來想idea 想要怎麼解決 那何不如此呢 我覺得甚至在很多商品的開發上 真的都可以這樣 他可以開放給一般的使用者消費者 那這絕對是商機 這也應該要被決定 因為台灣 不知道我覺得還是很多時候 是停留在代工的思考 那你就不會想要去解決問題嗎 我等人家訂單來給我規定 沒錯 我覺得你這真是 好棒 所以我們這個都會有 啊 你這也是開放的 都是 整個簡報都是 你是一個open的 太放了 太好了 那我接著問的其實都會很gero 但是我覺得像你剛剛的回應 其實都不是gero 其實都是非常答題的 我覺得這很精彩 那我直接多問一個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 他在分析你的回應方式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跟人的對話減少 我們更多是在網路上的交流對話 但是台灣當代好像有一個氣氛是 酸民特別多 但我傾向不是讓他們看 我認為所謂的酸民 並不是真的酸民 而是過去我們可能沒有什麼機會 因為以前上課老師問說 大家有沒有問題 大家都沒問題 在公司 老闆會說大家有沒有意見 他還沒意見 因為大家都等老闆的意見 那忽然間有一個地方 你非得要說點話 好 呈現你存在 一下子他其實提不出觀點 那就很容易是第一瞬間的 比方說就是情緒的字 也只有彰化 或者16個字 但16個字你看完之後 完全不知道 好 我知道你不要嘛 你反對 那但是我們沒有往下走 那我記得你曾經提出一個 是有人在分析你說的 你講話嗎 那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你有沒有機會 借這機會 你也來跟大家聊一下 這講法其實很簡單 它那個叫做焦點討論法 那這個其實是 我在入閣之前 我就已經 等於幫 像千位公務員上過課 所以他其實拿我的教材去分析 就是這樣子 那那個教材其實概念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 其實在網路上面 大家會這麼酸 如你說的 就是想要有注意力嘛 想要刷存在感 那因為平常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中 可能沒有太多有表現存在感的機會 所以就到網路上表現存在感 我覺得這是好事啊 那但是呢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目的是要富能量發電嘛 我們是要收一些有用的東西出來 所以它的特徵就是說 如果好比像說他留了一百個字 裡面只有五個字是有建設性的 有任何意義的 另外九十五個字都是人身攻擊 那你不能當作沒看到 基本上你就是很認真的去回那五個 有建設性的字 就算他這五個字也沒有什麼建設性 你可以把它凹成有建設性的樣子 然後你就很認真去回它 那這因為你在網路上 文藝幣不是會給那個人看的 你是會給旁邊的人看的 所以旁邊人看就可以發現說 這五個字可以獲得唐豐的注意力 那這九十五個字對唐豐完全沒有影響 這個當作沒有看到 對那所以大家就發現說 唯一取得注意力的方法 唯一真的刷到存在感的方法 就是用建設性的方法來留言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一直去聚焦聚焦 然後到最後就是請他 分享他個人經驗 因為這個才是別人都拿不到的東西 或者是說他對某個東西的 第一手的感受 那這個也是很難收集的東西 那所以不管事實還是感受 我覺得在網路上都很適合來收集 那當然很多人是 他可能就是分享一個建議 可是他不去講說他的感受是什麼 他也不講說我是觀察到什麼事實 他只說你一定要這樣做 一定要這樣做 對那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就會慢慢引導 他說你會有這個建議 你是為什麼有什麼感覺 那這個時候也許拋轉一 我覺得怎麼樣 那你覺得怎樣 那感覺就沒有對錯 就比較不會說這個我否定你的感覺 因為主觀感覺沒有什麼可以否定的嘛 那再來就可以說 你有不同的感覺 那大家有沒有一些共通的事實 那如果有的話 這個事實就可以變成對話的基礎 所以大概就是說 從建議慢慢推到感覺 感覺慢慢推到事實 那中間凡是沒有見識性的部分 通通都當作沒有看到就是了 OK 我希望台灣多一點人可以聽到你談這一段 因為我覺得它是很有用的 因為你談那一段的關係 我也學習這樣在做 那其實我覺得你裡面有一個重點 比方說就是壞球不打 就像打棒球一樣 壞球來你不一定要揮棒 對啊 但是你打了就一定是好球 那我就理解說 我要跟你有互動有回應 其實我必須要投出好球來 那我覺得這是 它其實是一個正向的鼓勵方式 其實你也不會去 好像去回他那些負面情緒 負面的字眼 你不會用負面再給他 我主要是因為我看到的情緒不會變化 有些人非回不可 是因為他看到這些字眼 他覺得很刺眼 他就想要摔電腦 他沒辦法摔電腦 所以只好回應這個很爆炸的一些想法 那大家問題就是說 我看到之後其實我感覺都很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精神按摩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覺得我看到任何字眼 我感覺如果不好 那就表示我意識裡面有一些痠痛的地方 所以我看到了 他就有點把我按揉開那種感覺 所以我如果感覺不好 我就去喝杯茶 我就去聽點音樂 反正心情就變好了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我下一次再看到同樣的字之後 我就是那個感覺好的那個片刻的記憶 我就不會是感覺不好的記憶 所以我一年來到現在 應該說網路上任何衝著我來的話 我看到的都是非常高興的感覺 就是認知行為治療 就是看到這些字的時候浮起來都是很舒服的感覺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就不會回嗆 因為你就是感覺很不錯 這個玻璃心已經強化了嘛 是 強化玻璃 強化玻璃 對 沒有可能去碎裂 然後去回一些玻璃碎片 因為本來就已經沒有不好的感覺 OK 我覺得我對你有很多進一步認識 我本來以為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其實你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那當然這本來就是通常他會並存 但我沒有想到你如果有玻璃心可以變強化玻璃 我想要多一點 因為我小時候 不過我覺得是在我們那體制裡頭 可能比方說你被治理策略啊 評定是相對高的 那他比方說你讀哪一 我讀哪一中 他們就會叫我去讀哪一中的自由班 那我拒絕 因為那時候我哥在讀 他就說你知道 那他們全部就是只要舞比 就是每一年考上台大一個有多少 然後你進去讀 你讀後來會打有空 所以我就選擇不要 那是我當時有選擇 可是那時候我也承受很多壓力 那現在我有兩歲的小孩 然後我就也會開始在意說 那以前我們其實沒有那種自覺說 我要去反抗的體制 因為只是純粹的只是逃避 可是現在好像我在一個位置 因為我今年41歲 我在一個位置 我們是有機會反過來影響的 那我就會在意說 或關心說我的孩子之後 有沒有什麼可能性 所以我想多問你一些說 我聽到的是我閱讀到 好像你過往在學期的環境裡面 經驗裡頭 好像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故事 那這些方便跟我們聊嗎 我基本上就是讀了三個幼稚園 六個小學 國中讀了一年半 然後就出學了嘛 所以十年讀了十所學校 都沒有寫過書家作業 就這樣 所以就是說其實這個的 後面的原因當然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種 把人明明不一樣的人 放在同一個尺度上比較的 這個價值觀 這個價值觀我覺得是錯的 那而且不但從小就覺得是錯的 我越來越覺得說 它本來就是一個幻想 因為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然後把自己的自信 建立在這種相對地位的比較上 是非常不穩定的 那也不能說是一種自信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想我對整個 就是把人跟人放在相同的尺度上 彼此比較 本來就懷疑 那隨著這個在體制裡面 在學校的一些經驗 從懷疑就變成 完全就是知道說 這一套沒有意義 那沒有意義 當然就不用陪它玩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想台灣的好處是說 我們有其實亞洲最領先的 實驗教育法 所以說其實任何人 他如果不想玩這一套了 現在他不管是家庭之間 互相組成工學團體 或者是說他要用華的福 或什麼其他別的 另類的方式去進行 就是教育 或者是他在這個機關 或者部分使用學校資源 但是部分自學 目前都是法律上是充分保障 而且你幾歲你就想有 相當於那個學齡學生的權利 你唯要做執法你的學習計畫 給那個縣市的這個 審議會看過而已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跟任何實驗一樣 我也不會說所有的自學 或實驗學校的學生 都是最好的 但至少他們有試著 往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教育教法 那我們自己之前 在12年國教課 成發展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就有點像是 把這些實驗教裡面好的部分 那些鼓勵學生自發 而不是用能力互相比較 去培養學生這個互動的素養 去培養學生共好的素養 的這些部分 拿到我們的慣型教育 就是國民教育的課綱裡面 所以我們從明年開始的新課綱 會整個轉向從強調能力 變成強調素養 那素養其實就無法比較 素養每個小孩都是有不同的素養 那而且何況是還要溝通 還要共好 那但是這個對老師的挑戰就很大 因為老師就要從 就是好像是拿個鞭子 帶來往同一個軌道 變成是好像你要 不是牧一群牛 可能牧一群貓吧 可能他們沒有任何群幸 對 人家想辦法讓他們 還是能夠彼此的合作 那我想這個對老師是一個考驗 那當然我們也有相關的配套 但最大的考驗還是在家長 就是說如果越多的家長 能夠知道說 新課綱精神是這樣 他這樣來要求學校 要求老師 教老師不要把學生之間的一次比較 那這樣我們的國民教育就永久 那但是如果反過來 就是老師已經在課發會 想出了很好的 他們學校的特色課程 讓學生選秀這些都做到了 那家長就回來說 你一定要考100分 要打過小孩 那這樣老師就會非常非常有壓力 對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掌握的是 老師跟大考中心這兩端 我們都改了 但是對家長呢 我們就是很希望說 新一代的家長 多一些像你這樣的父母 那你覺得我可以做什麼 就是要求你的 要求你的小孩的學校的課程法教委會 OK 利用新課綱的精神 所以我們家長也一定要 要更多的涉入學校的事物 不是說他小孩就丟給學校 丟給老師嘛 當然 因為教育其實是生教嘛 所以如果你什麼東西都丟給老師 小孩也學到說 原來我做一個公民 我什麼都要丟給政府 或者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一個被動的態度 就不參與 對 然後只會在那邊說 你就沒做好 因為你是你 你沒有參與才沒做好 對 那這個叫做習得的無助感 就是說 就是如果家長覺得 某個方面很無助 那久了小孩也會覺得說 那我在這方面就很無助 但其實他明明有哪裡參與 嗯嗯嗯嗯嗯嗯 好 如果可以 但這好講社群 如果可以的話 你四年前想做什麼 我十年前正在做那個自由軟體 一個叫Perleu的軟體的一個開發 然後正在全世界飛來飛去 然後在各個不同的協作者中間 可能我今天到了日本住一陣子 他覺得我比較適合 跟德國男人的協作 我就飛過去 又住一陣子什麼之類之類 所以 當時我是特別在模仿一個 數學家叫Paul Dush 那艾迪序 那他的特點就是這樣 就是他會找一個數學家 不管他的領域是什麼 就一起寫一篇論文 寫論文之後 他就說我也沒有錢 所以你要幫我出這個 到下一個數學家的火車前 不然我就來你這邊不走 那所以為了要把他送走 他就快給他一個火車票 他就去下一個數學家 一起寫論文 那所以是一個流浪數學家 那寫了非常多論文 所以我當時是蠻有意識的 在這樣子做 只是做的是軟體的開發 所以十年前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我還是做一樣的事 你還是會挑 那那個事是我很想做的事 而且當時也剛好就是 全世界都有朋友 當然因為在自由軟體社群裡面 你到任何地方都會有人 願意讓你住 等一下一起吃披薩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想換你 就是給我重新選擇 我自己還是要做什麼東西 我覺得對 因為其實台灣 比較少聽到 類似這樣的生活方式 其實因為我遇到 有一個長輩他跟我說 我們台灣其實下一代的人 應該 第一個你應該是個自由人 第二個你應該是個世界人 因為台灣沒有資源 所以你非得要跟全世界打敗 我覺得 所以 那十年前 那我很好奇就是說 是你的父母親啟發你 還是你自己想要這樣 只是因為當時 因為我大部分朋友 都是全世界都是這樣子 那其實對很多 尤其是歐洲人來講 就是他甚至是高中畢業之後 他就跑去這樣環遊世界 是常態 你馬上就跑去大學 反而很奇怪 對 那所以尤其是我們這些 做資訊科技 本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 對 那所以更沒有住在同一個城市的道理 這樣 所以本來就會跑來跑去 叫做 當時叫Digital Nomad 就是數位遊牧民族 對 對 你就是各個地方都開始有WiFi 熱點的時候 就出現這種數位遊牧民族 大概就是 會跑去WiFi最快的咖啡廳 然後工作這樣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本來我們這一代就是成長在一個 你可以認識千萬里之外的朋友 你都已經知道你在那邊 可以有一群人一起工作了 然後你再拿個機票飛過去 那在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你是完全沒有辦法接觸到 除了你的生活圈外的朋友 那你要跑過去 你是人生第不少要提個行李箱 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建立在地的關係 所以有網路跟沒有其實差非常多 有網路是你已經很確定了 可能是你靠群募都已經募到一筆錢了 然後再出去 那但是在以前是你得先有非常好的 身家背景或爸媽支持 才能夠這樣玩 那在現在其實大家都可以這樣做 嗯 嗯 OK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十年後會想什麼 不知道欸 沒有跟你 你會去想這些嗎 不會 就是我其實連明天要做什麼 都是今天睡前才會 就是你這樣講 對 其實我不會去想超過一天以後的事情 因為我今天的事情都做完嘛 那明天的事情可能就是有一些想法 帶著這些想法而學著 那醒來之後 也許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 那所以我連我明天會怎麼看事情都不知道 有關系 那我多請教那個細節 就是說你幾點睡覺 欸 不一定 但是通常是接近半夜 大概十一點半左右 十一點 然後睡到幾點 就大概七八點 所以 所以你工作時間也是大概八個小時 我說睡眠 因為你睡眠就在工作 OK 有時候加班 就多睡一點 哈哈哈哈 好 好 那我可以 就是這個其實是說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讓不進步 沒有 並沒有 沒有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是朝著自己的方向 對 所以就像在非洲 每一分鐘就有六十秒過去 是一樣的 熱色話 對 所以就是說每個人 你每天就是往自己的方向跟進步 反而是說如果你想要學別人 比方說這個天下雜誌上的成功人物 之類的 那如果你反而去學別人 你反而是在抑制自己成為你自己 對 那所以我是通常不苦力大家學我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他的進度都不一樣 那但是其實只要不要刻意去學別人 然後就抑制自己的發展 其實每個人一天都進步二四小時的 OK 那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是讓台灣不進步 台灣每年會往上升到五公分 四十一次 四百萬年來 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直在長 陽王清空 真的就是一直在進步 對 所以我們不管人類做什麼 台灣都一直在講 好 你看我後面問題你不會 你應該都還好 那其實你剛才也都聊過 你會怎麼鼓勵其他人 其實就是照你自己的 那我想跟你聊一個故事 雖然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想要丟給你 就是我上週我被邀請去 反而拍一支片 然後就是台灣 有一地方是台二線 台二線是走那個海岸線 然後找我去一個地方叫大理 那我從來不知道大理在哪裡 原來在宜蘭 然後它是宜蘭算滿北的宜蘭 已經快到台北線了 它其實是草陵古道的出口 然後那邊有一個大理國小 好漂亮 我不知道台灣這麼美的地方 然後前面就是海 然後還有鐵道 所以就完全像我們小時候看的 貫然高手啊 木花道經過的那個平交道 我在那邊就看到他說 我們幹嘛跑去日本 那就是那麼美的地方 而且那天其實台灣空氣很差 西部 可是我在東部 那照片拍出來就是夏威夷超美的 但是呢 他好像今年在那個戶籍地裡頭 陸學的學生只有兩個 因為他就面臨到一個很嚴重的 就是說幾乎要滅校了 但是當地的居民是 很多人是反對說不要滅校 因為你一滅校就會滅村 那我一開始不懂 我是問了家長會長 是一個胖胖的那個漁夫喔 我說為什麼滅校會滅村 他說很簡單啊 今天如果沒有這個學校 那這裡的小孩子要去那裡讀書 沒有地方讀書 所以爸媽就會再把他們接到城市裡頭 因為那裡幾乎都是隔袋家 整個村子裡頭呢 就是只有老人家還有小孩 老人就是 我去的時候那裡有一條大理老街 白天都沒了 然後大概到八晚上就大家走出來 當然這樣形容不太正確 就有點像張笛這樣 因為都很老 然後他就說 那時候他就講說 如果你看到學校沒有了 然後這些爸媽就把他帶走 那這裡就沒有了 然後他覺得 他講一個是我以前也沒有思考過的 他說以前這裡是沒有路 以前是沒有路 太而現 那沒路的時候反而有人 沒有公路的時候反而有人 對大家就走那個草莉路道 可是有路之後反而沒人 我說什麼意思為什麼 他們這條路就是都三十車啊 小孩子在這裡面住很危險啊 然後另外一個 那邊本來大家都是漁夫 現在就也沒有魚可以抓 沒有工作機會 我說你不是還在當船長 他說他也是出去工作 然後到三十幾歲才回來 然後因為幸好他爸也有留一條船給他 所以他可以出去抓魚 我說你還不是 就是我心裡頭啦 就說你還不是抓魚 還不是讓台灣漁越困難 他說沒有我是用釣的 就我才意識到說 原來台灣有這麼酷 其實你知道就外型而言 你會覺得說他應該不懂 可是他其實是非常非常在意台灣環境的 可是就是他整個讓我了解說 當地面對到了一個之後 我突然發現我竟然沒有solution 我沒有solution 但他們其實有很精彩 其實跟你剛剛在聊的其中一部分 他們讓那個小學變特色小學 是 什麼意思就是 雖然在當地部級的入學只有兩個 可是他們其他的呢 是從外地來的 是 因為他們的校長好像也才大為 所以42歲 他就是要讓學校變特色小學 那他說你看我們的環境這麼好 那後面有山 前面有海 全世界裡面幾個小學如此 所以他們就會強化很多說 那我們學校附近有什麼 所以他們會關於山的知識 關於海的知識增加很多 所以就很多爸媽他們就 把孩子從台北帶到遺安去讀那裡 那我就覺得 我不曉得 因為看到你 其實我也不太愛跟別人講 但是因為看到你 我就覺得說你是懂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一個建議 也許或許你未來遇到其他人 可以給他們類似這樣的一個啟發吧 因為過去比方說 我們在解決問題上面都會很直觀 這問題是什麼 所以我就要 你知道 就直接給他相對的答案 如果沒有 那就沒有答案 就直接說這無解 我們沒辦法解決 可是其實我就看到說 其實對啊 他等於是從另外一面 我覺得是非常精彩 所以我想跟你聊 謝謝分享 對啊對啊 OK 好啊 那我們今天看你們還有沒有什麼想要問唐鳳 你不是很興奮可以來跟唐鳳聊天 但是這個就是題外話 就是說反正我們今天認識了 然後我人生也剩八千多天 是是是 所以歡迎多利用 如果你想到我可以幹嘛的 你跟我講 好 謝謝 謝謝 我說真的就是 因為我每年大概工藝的片子 也大概佔我四分之一的工作量 那以前我才幫法夫還有爾蒙排完 然後我就喜歡做這些 因為我的認為是 既然我不可能成為所謂有錢人 那我不如試著讓我成為有意思的人 然後或者讓我孩子的世界 是有可能性多一點的 那對 所以 好 我們明年五月初 應該會有一個亞太的一個社企大會 OK OK 而且是在台中 等於是以前社企其實北部跟南部 是分很開的 但我們現在就搬在台灣的中間 那希望是全台灣的社企都可以來參加 所以慢慢在社企流或其他一些地方 應該都會看到一些消息 所以如果願意來幫忙 當然當然 好啊 我們就保持聯合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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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我會遇到有一個人他弄一個組織叫夢想騎士 他就叫大家花齡圓環島 他一開始這樣他是一個女生 然後後來發現說他在這過程裡面 他就是要去跟人家借住的地方 然後要吃的東西 可是他給自己的要求就是我不要住公園 不要睡警察局 那他要主動去跟陌生的對話 我覺得這是很讚 然後後來變一個組織 然後說其實這過程裡面你會意識到說 我覺得有點像你剛才講 就是說他是一個協同合作 可是過去我們很容易就覺得 我家有什麼資源就是我的 我只能用這些 我不願意去跟別人溝通的對話 另外一怕 我們在網上聊一個 我想要談一個就是說 其實台灣你是直接在解決台灣問題 沒怕也沒怕 不然我把他寫到處理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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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 台灣其實當代或許不是經濟問題 反而是心理問題 當然 你也認同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經濟一直是正成長的 你從來沒有復生長 那表示他就是 以成績來講 你就一直在進步嘛 對啊 可是為什麼大家覺得越來越不好過 然後越來越悶 那其實是很多心理上的問題 或者說 但你如果從錢上面可能是有所得分配不平均 對啊 但我覺得像你很直接在協助設計這一塊 其實有些老闆們他們沒有意識到 他們以為說這就是不賺錢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錢是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看 如果你今天不去做這些設計 這些社會責任的事情 其實就會產生更多社會問題 而到時候你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更多的成本 就是你要收拾那個 包含監獄或什麼的成本 其實遠高於一開始的嘛 所以你幫整個社會省錢 那這個行政院作為台灣最大的NPO 本來就有這個責任 去讓更多的NPO跟社會企業 能夠一起來解決相同的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 真的 過去是不是沒有這一塊 沒有其實楓彥老師他一開始在推設期的時候 後面就有這個想法 只是說他從提出這個名詞到生態系成型 可能才過兩年嘛 就有點就是選舉了 那所以我想我能夠接下這個也是還滿幸運的 就是說大部分的尤其是法律上面的一些基本工作 其實楓彥老師當時都已經做了 那我現在在做的可能只是說 把我自己當做一個管道 然後去到處去收聽大家的意見 然後去幫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人解決問題 那其實像楓老師現在在就是政府外 他還是一直在關心一直在做社企業工作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很棒的就是說 你不需要是一定要在政府裡才能做政府的事 這樣子 我當然是希望到最後 民間全部都可以做政府的事 那我想我們在做的一個示範就是說 我們把政府怎麼做是讓大家看得很清楚 不管是好的壞的 那大家罵的馬上就要進來 大概是這樣 那等到進來一陣子政府就會知道說 欸其實這也沒什麼 大家都可以自己做 嗯嗯嗯嗯 好 很精彩 保持聯絡保持健康 謝謝 謝謝 OK 謝謝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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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一下